李国义2021年与爱情长跑16年的女友举子结婚之后 又有一女 而今天李国义在传好消息 李国义发文写下世9年了 青春岁月好的话语德全都一起度过 我们准备好迎接第二个宝贝成为家人 而他也附上一张天花板飘着许多蓝色气球 将大女儿举高高的照片并开玩笑说道 但显然的这小妞还没有准备好当姐姐 在当爸的好消息曝光后 许多网友纷纷涌入 留言祝福他 另外由于气球是蓝色的 网友也猜测二胎是男宝宝 对此李国义经纪人回应 二胎是男生没错 预产期在明年春天 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 因为已经有一胎经验 所以心情很开心 但也没什么特别的 谢谢大家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